好,那我們接下來要建立一個模型來分析神經細胞。 所以呢,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信號的流動呢,是在神經細胞的軸圖這個部分發生的事情。 就是一個神經細胞呢,它大致上可以有分成兩個不同的出出去的部分。 一個叫樹圖,在這個圖裡面呢,就是這些紫色的部分,圖出去的地方。 樹圖是負責從外面收集訊號進來的。 而軸圖呢,是像這條黃黃的東西。 這個軸圖呢,是負責傳訊號出去的。 在人的身上最長的細胞,就是神經細胞。 最長在哪裡呢?它是從我們的脊椎這個地方一直連到腳底這個部分。 這一條是人身上最長的細胞,就是做骨神經樹,裡面的那個神經。 那這個神經樹,所謂的神經樹的意義呢,事實上就是非常多的這些軸圖聚集在一起,會形成神經樹。 全世界最長的細胞,就是藍金身上的神經細胞。 那神經細胞就是因為這樣的軸圖的關係,所以可以非常非常長,然後可以在這個沿著軸圖傳遞非常長的訊號。 所以當我們在談說神經細胞傳遞訊號的時候呢,通常講的是這個軸圖,怎麼傳遞這個訊號。 那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這個軸圖的電路系統。 所以呢,我們用一個框來代表這個軸圖。 框的裡面呢,是這個框就是細胞膜。 那框的裡面呢,是軸圖的內部,框的外面呢,就是軸圖的外部。 就剛剛說外面呢,鈉離子濃度比較高,裡面呢,甲離子濃度比較高。 而在軸圖裡面呢,它造成的電流的流動呢,主要是從軸圖外面流進去軸圖裡面。 所以我們現在橫跨軸圖呢,取一個框。 好,我們來分析一下,怎麼樣用電路的模型來表現出這個軸圖外,軸圖的中間就是細胞膜的部分,還有軸圖內。 那麼怎麼想這件事情呢?你可以這樣想,在軸圖外呢,這個也會有離子的流動。 這個離子的流動呢,會有一個等效的電阻,我們叫做RO,就是外部的電阻的大小。 那麼在軸圖的中間,就是細胞膜的這個部分呢,會有電流從外面流到裡面。 那你可以想像呢,這個一個膜的存在,它就像是一個絕緣體的樣子。 這個膜的存在呢,對於外面會有電流,裡面會有電流的東西呢,這個膜的存在就像是一個電容一樣。 所以呢,我們在橫跨這個膜的地方呢,等效的部分呢,會有一個電容。 那當然呢,電流要流進來,也會遇到電阻。 所以呢,在跨膜這個部分呢,我們可以用一個電容跟一個電阻並聯,來代表這個部分。 而在軸圖內部呢,也是一樣,這個基本上是個充滿離子的電解質溶液。 所以這個地方呢,可以把它看成另外一個導體的部分。 那當然它有一個相對的電阻。 所以我們把內部的電阻叫做RI,這是軸圖內部的電阻。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一個簡單的四個元件的模型呢,來代表一小段的軸圖。 那我們這段小段軸圖的這個長度呢,我們就叫做deltax這個一小段軸圖的長度。 那這些參數的大小呢,可以具體的從軸圖還有流體它的一些特性得到。 所以我們下面呢,把軸圖的大小,還有它裡面,流體裡面單位長度的電阻率。 細胞膜的電阻率,還有細胞膜的電容率呢,這些數值都列出來。 那稍微值得一提的是呢,在這裡面有兩種不同的軸圖。 一種叫無隨俏的軸圖,一種叫有隨俏的軸圖。 這是因為呢,在軸圖上呢,有些地方呢,會有外面包一個隨俏,那有些地方沒有。 那我們待會跟各位說明,這個隨俏到底會扮演什麼功能。 不過我們從這邊可以很快的看得出來的是呢,如果有包隨俏的話呢, 在細胞膜穿過去的這個橫跨膜的這個電阻率呢,它會比有隨俏,會比沒有隨俏的電阻率大上不少。 而如果有包隨俏的話,它的電容率呢,會因此而下降。 這個部分呢,我也邀請各位回頭去思考一下,我們對於電阻跟電容的定義。 如果多包了一層東西,電阻變大,電容變小,是不是合理了。 好,那有了這些數值之後呢,我們可以把剛剛上面提到的這四個,用來模擬軸圖的電路元件呢, 根據這些數值的大小呢,計算出一個數字來。 所以呢,我們現在先假設呢,流體外,我們現在先假設軸圖外跟軸圖內的流體的導電度是非常接近的。 也就是說RO跟RI的大小是一樣,都叫做R。那麼這個R呢,它基本上就可以表示成這個小寫的R乘上deltaX,在一小段軸圖上的大小就是這樣。 而在這個跨模的電阻這個部分呢,跨模的電阻的大小呢,很類似的定義,它就是小的R乘上deltaX。 這是一小段軸圖的跨模電阻的大小。 我們在這邊呢,暫時先不考慮電容這件事情,我們先單純看電阻。 所以呢,我們可以把軸圖呢,想成就是這樣三個電阻。 RO、RM跟RI。 然後這是一小段軸圖對不對?可是實際上軸圖是很長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。 所以我們可以把很多段接在一起。所以很多段接在一起,就變成像圖上畫的這樣,很多個,三個電阻,三個電阻,三個電阻這樣的單位,全部串接在一起。 那這樣子的電路我們怎麼分析呢?我們先把剛剛已經知道的寫下來,也就是外面跟裡面的電阻呢,都是大R,那這個值呢,就是RΔX。 跨模的這個電阻呢,是RM乘上ΔX。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一大堆電路串連起來的,我們把它等效,叫做一個等效電阻RTOTAL,我們用RT來代表全部的電阻。 那你可以這樣想像,這個其實是一個無窮多電阻串在一起的感覺。 所以如果我把第一段單獨切出來,移到下面來,後面的這很多段還是無窮多啊。 所以後面這很多段的等效電阻還是RT。 也就是說上面這個無窮多接起來的呢,我也可以把它變成像下面這樣,就是前面三個電阻,然後再跟一個RT並連在一起。 所以下面這一個四個電阻,接在一起的這個模型呢,我們可以求得出來,是這四個電阻呢,從左邊整個這樣看進去,其實看到的呢,也應該就是RT。 對不對?所以我們可以寫得出來說,RT就是這四個電阻串連或並連在一起的結果。 就像右邊這個式子一樣。那這右邊這個式子呢,其實也是ROI、RM、RT所組成的。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之後呢,會得到下面這個方程式,也就是這個變成一個RT的二次方程式嘛。對不對?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RT,基本上可以表示成R跟RM的結合。 好,那然後呢,剛剛的這個電路裡面呢,我們已經簡化成,就是無限長的電路,我們把它簡化成像四個電阻一樣的大小。 那麼在這個四個電阻的電路裡面,我們可以分析,如果有一個電壓輸進來,通過一小段會發生什麼事情。 所以通過一小段,我們可以用三個電阻,這三個電阻可以代表通過一小段發生的事情。 那後面這個RT呢,是後面接的很長很長的軸突的代表。 所以我們假設呢,左邊輸入的地方呢,是一個VA的電壓大小。 然後通過一小段,之後呢,它的電壓變成VV。 那我們從這個四個電阻之間的分壓來看呢,你可以很容易的得到像右邊這個VA跟VV的關係。 這個就是從這四個電阻的分壓的部分來計算的結果。 然後從前面的討論呢,我們知道大R跟這個大的RM,都可以表示成deltaX的函數。 所以呢,我們可以把這個deltaX這個函數呢,帶進去剛剛這個VA跟VV的關係裡面。 然後呢,經過一點串的計算之後呢,這個點點點就是麻煩各位自己動比算一下。 那麼經過一點串的計算之後呢,我們可以得到穿過去之後的電壓,跟前面的電壓之間的關係呢, 是有一個E減掉爛答分次deltaX這樣的關係。就好像跟長度越長,它就會減少越多這樣的感覺。 而這個爛答呢,是一個比例常數。這個比例常數呢,跟剛剛這個小RM還有小R有關係。 好,有了這個事情之後呢,那你可以這樣想。如果我的電壓訊號穿過很多段呢,會發生什麼事情。 在這個地方呢,我們這個很多段,基本上是串在一起的。 所以呢,在穿過第一段之後呢,VV變成VA乘上E減爛答X分次deltaX。 穿過第二段之後呢,VC一定會是VV再乘上同一個E減掉爛答分次deltaX。 那VC跟VA這些關係就會是這個E減掉爛答分次deltaX的平方。 所以如果很多段很多段的話呢,你可以想像在到了很長一段距離之後呢,VX這個位置, 它的值會變成是輸入的VA的大小乘上E減掉爛答分次deltaX的N次方。 就如果經過N段的話,就會有個N次方在那個地方。 那下面這一項,E減掉爛答分次deltaX乘以N次方。 這個東西呢,在數學上來說,因為deltaX是一個很小的值,N是一個很大的值。 在數學上來說呢,它就相當於是一個指數函數。 所以呢,我們可以把這個方程式呢,變成輸入電壓VA乘上exponential負的爛答分次X。 所以把剛剛那個式子稍微統整一下。 這個式子在告訴我的意思是這樣子。 在一個神經的軸圖裡面,如果傳遞了X這樣的長度的話呢,原本輸入的電壓是VA, 傳遞X之後會變成VA乘上exponential負的爛答分次X,也就是會變小的意思。 所以你可以這樣看這個電阻的影響。 如果我們用電阻來想像這個軸圖的電路,它告訴我們事情是, 沿著軸圖傳遞越遠,電壓的訊號會掉得越低,電阻會使電壓訊號衰減。 這個完全的合理。 歐姆定律就會告訴我們這件事情。 那麼,這也就是因為電阻會造成這個電壓訊號的能量的耗損來的結果。 所以我們剛剛在前面呢,有提過,在軸圖上面呢,有分成沒有隨俏跟有隨俏的差異。 那麼沒有隨俏的軸圖呢,它的跨模電阻率比較低。 有隨俏的軸圖,跨模電阻率比較高。 我們如果把兩個不同的跨模電阻率帶入的話呢, 我會發現無隨俏的軸圖裡面呢,爛打這個值呢,是0.8mm。 有隨俏的軸圖呢,它的爛打這個值會是16mm。 代表意義呢,就是在有隨俏的軸圖裡面呢,電壓訊號可以傳遞比較長的範圍。 然後才會衰減到很低的程度。 所以隨俏呢,就好像在保護裡面的電壓訊號傳遞一樣。 那麼,可是這個事情呢,整個回想起來,還是有個很怪的地方。 就算有隨俏的軸圖好了,它的爛打是16mm。 16mm的意思是,當電壓訊號在這個神經裡面傳遞16mm之後, 電壓訊號就會變成原來的exponential分之一,就大概是2.7分之一左右。 那如果傳遞一公尺,這個訊號怎麼可能會流下來呢? 它就完全消失到幾乎是0去了。 所以到底怎麼樣在神經裡面可以傳遞一公尺以上這麼長的長度呢? 在生物體的設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神奇。 在神經上面呢,你可以發現神經的軸圖,它的設計呢,並不是全部蓋滿隨俏的。 它上面的設計呢,是有些部分蓋著隨俏。 這隨俏呢,通常是幾個millimeter的一個長度。 那麼,有些地方是沒有蓋隨俏的。 在沒有蓋隨俏的地方呢,我們稱之為藍世傑這樣的位置。 為什麼需要藍世傑這樣的位置呢?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在軸突裡面,訊號其實來自於離子的流動。 而在隨俏這個地方呢,它雖然可以保護電壓的訊號,但是它會阻擋離子的流動。 所以呢,在隨俏這個部分呢,是讓電壓訊號可以傳比較遠。 而在藍世傑這個地方呢,沒有隨俏,它會讓外面的離子呢,能夠再度流進來交換, 把訊號再加強之後呢,再繼續往下傳。 那麼這個事情呢,其實很有趣的是跟現代,我們在設計海底電纜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像的。 在海底電纜上面呢,我們也會有非常多的保護裝置,來保護在海底電纜裡面傳遞的電訊號。 那麼,但是海底電纜通常非常非常長,譬如說跨太平洋那是幾千公里的長度。 電訊號很難經過這麼長的距離完全沒有損耗,那怎麼辦呢? 所以為了彌補傳遞過程中的損耗呢,通常在海底電纜的設計裡面呢, 會每個一段距離呢,就設計一個所謂的repeater,是重複器的意思。 這個repeater呢,它的概念呢,就是把訊號呢,收進來之後再放大,然後再傳出去。 然後這個訊號又慢慢變弱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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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遇到一個repeater,再放大。 所以呢,這個repeater要周期性的出現,才能夠維持訊號不斷的在海底電纜裡面向前傳遞。 所以你可以這樣看這件事情就是呢,這個電纜的設計呢,它就像水翹一樣,要盡量減少損耗。 而這個repeater呢,這個重複器就像藍視節一樣,要不斷的加強訊號,所以才能讓訊號跑很遠。 好,所以上面是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軸圖的電路模型。 那我們剛剛完全忽略了電容,所以我也邀請各位想想看,如果你把電容加進來,會發生什麼事呢? 實際上呢,在描述軸圖的電路系統呢,是不只是這樣一個電阻一個電容這樣的狀況而已。 有一個更複雜的模型,就是在1950年代,也是諾貝爾獎德主Huxley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神經細胞膜上面的電訊號傳導的一個模型。 那麼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,可以參考這個連結,來看看這個模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。 那麼另一方面呢,在身體裡面除了神經呢,肌肉也是一個可以傳導電訊號的一個細胞。 那麼它的細胞膜呢,上面也有非常多的電的離子通道。 那至於怎麼樣用電路模型來描述肌肉呢? 也有人用剛剛說的Huxley的模型在描述。 那事實上呢,對於怎麼描述這個肌肉的模型,現在都還有很多研究課題在進行。 所以我在這邊放了一些參考文獻,各位可以在網路上看到,就算在前年都還有人新發表文獻來描述怎麼看肌肉的電路模型。 好,所以在最後呢,我們用一個示範實驗來讓各位看看,到底怎麼量到身體上的電。 所以呢,我們請助教讓各位看看心電圖。 心電圖其實意思是心臟肌肉收縮的時候呢,所量到的電訊號。 那這可能很多人都有做過,不管是心電圖或是腦電圖的量測。 那我也邀請各位來思考這件事情是心電圖跟腦電圖在量的時候,到底我們量的事情是電壓、電流、電廠還是電位能。 我們到底在量什麼東西。 然後還有邀請各位從示範實驗裡面觀察是,到底最少需要多少個電極用來量心電圖或是腦電圖。 接下來我們要測量人體的心電圖。 由於心臟在跳動的時候會產生微弱的電流,而這些電流會流到人的皮膚表面上。 所以我們只要準備這樣的電極貼片,就可以量到人皮膚表面的電位差。 那我現在會在我貼貼片的地方先塗上導電膠。 第一個貼片是貼在左腳。 第二個貼片是在左手。 最後一個貼片是在我的右手上。 然後就可以看一下我現在心電圖的樣子。 好,所以在最後我們有一個概念的測驗是,請問一般我們在量心電圖的時候,你多半會被要求要安靜地做好或是躺平不要亂動。 要你不要亂動的原因是因為心電圖會被什麼組織產生放電而影響。 所以請猜猜看是哪一個組織才會造成放電影響的心電圖。 謝謝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